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176面 乘1-6成 我们在修学大圣佛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掌握一个原则 站在佛菩萨的角度 他的目的是要度化众生 所以从佛菩萨的角度来看 是圣性无普通 顺利皆方便 佛菩萨要引导众生 误入心性的时候 他所针对的根基是广大的 所以你看在经典当中 经常会开出很多很多的法门 华严经开出了53餐 维摩菩萨经有32种法门 本经有25个盐筒 一个医生他不可能只开一种药 因为他要面对很多病的 所以他必须把所有的药 都把它献出来 尤其是梦法众生 佛菩萨都不在了 佛菩萨应该把很多药都留下来 所以站在佛菩萨的角度 他是广开方便法门 开方便门是真实相 但是站在众生的角度 我们一个生死凡夫的角度 我们的心态是 初心入三昧 此处不同人 我们只能够选择自己 需要的这部分来修学 不是说所有佛菩萨法门 你都要照单前收的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一定要一门深入 要找到自己契机的法门来修学 所以你要减则 佛菩萨开始要的时候 他不能减则 他平等的把所有法门都留下来 但是我们众生在修学的时候 那你不减则 你进步就变得很慢 是这个意思 那么针对一个末法的 葬生会前的众生 应该怎么减则呢 首先本经先把六成 把它减则出去 首先我们看色成不测 看经文 色想结成成 今了不能测 如何不明测 以事或远通 我们如果以色成 来当回家的路 好不好 这个色 第一个色是色成 想 这个色成经过我们 一年明了心的攀岩以后 会产生一种想象 那么心中的想象 跟色成的结合 就变成一种成垢 色心合有变成成垢 一种心中的影像 那么这种影像 我们依止这个经疗 就是我们心中的观照力 叫经疗 是不能通达它的体性 因为这样的一个色成 它是一种成垢 像是一种战壁 战壁不能通达 所以如何不明测 以事或远通 那么这个色成当作 所观济 我们很难去通达它的体性 因为它这种影像 是战壁性 我们看到这个影像以后 我们很难体会 它的本性是空的 很难体会 那么我们一个初心的人 又怎么能够 以此战壁的体性 来当作 修学圆通的本根 那么一下子就被藏住了 就通不过去了 我们看到一个恶力的禁言 这个色成现前 我们很难说 它就是我们的本来的面目 很难这样去体会的 所以这个色成的这种战够性 这种战壁性 是很难去通达的 所以这个地方以色成当 言通本根是不恰当的 看生成 阴声杂语言 但以明居为 依非含一切 银河或颜通 这个阴声有两种阴声 一个是无情的阴声 比方说你桌子的碰撞 等等 这个当中是没有所谓的 语言这部分 但这个地方指的是 友情所发出的阴声 那么这个友情所发出的阴声 它当中会掺杂了 许多语言文字了 所以它是属于一种 铭记位 铭 它全是自信 铭是全是差别 那么这个位指的是文 铭记文 文字的文 它全是意理 比方说这是一朵花 这是铭 它全叫花的字体 这朵花很漂亮 就有差别了 有漂不漂亮的差别 这个叫铭 那么这朵花很漂亮 就是完整的一种观念 这个加强就是位 这个位就是它的意理 总而言之 这个阴声 它是一种 名句位的一种诠释 也就是说 它的特性是 一非含一切 那么你一个名 不能含色一切的名 一个句 也不能含色一切句 一个文 不能含色一切文 所以阴声 在诠释整个法义当中 是不能够普遍圆满的 没有普遍性 那么身为一个 没有普遍性的阴生 又怎么能够当一个 初心的阴通本根呢 我们去注意这句话 就失掉了其他的话 所以它不能够圆满的普遍 这部分呢 就不适合当回家的路了 因为他要回家 要记住阴通常 相以何中之 离者阴无有 不亨其所皆 阴和何阴通 这个香臣呢 它的特性呢 必须要何中之 它必须要跟鼻根相结合 才能够知错之相 这个香臣 必须要跟鼻根结合 才能够显现出来 离者阴无有 如果香臣离开了鼻根的了别功能啊 那么这样子香秀的体性 就不能现前了 所以呢 这个身为香臣啊 是不亨其所绝 因为事实上鼻根 也不可能跟所绝的香臣 经常相结合嘛 所以呢 它的这个所颜禁呢 你以香臣为所颜禁呢 它不能经常现前 因为它必须要 跟神的结合才能够显现 但是鼻根跟香臣 你比如说你以这个香气 为所观禁 但是有时候香气不现前啊 那你是哪里找所观禁呢 就找不到所观禁了 你就不能长时间修学了 所以对初心来说不适合 未信非本然 要以未时有 取绝不衡意 迎合火炎通 未成 未成它不是本然 它不是本来就有的 它要假设因言才有 要假设什么因言呢 要以未时有 必须要未成跟蛇根相结合 才能够感觉它的存在 所以呢 它的功能跟前面很像 取绝不衡意 既然能觉得蛇根跟所结枝的未成 是不能经常的合而为一 所以呢 它也是一种生命性 变化性 对初心来说呢 只不适合当 炎通本根人 处一所处明 无所不明处 何离信非定 迎合火炎通 这个处成呢 它必须要 要人处的生根跟所处的处成 相结合 才能够把它的相状 那种冷热的相状把它发明出来 那么无所不平处 如果没有生根 只有生根 而没有所处之物 那么就不能够明白 人乐之相了 所以何离信非定 这两个人是何是离 体性不决定 这部分不能超视在我 你也不能叫人家一天到晚碰触你 所以呢 这样的体性呢 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所以它不适合当初心的炎通本根 法称为内臣 平臣必有所 人所非遍色 迎合火炎通 法臣我们一般叫内臣 怎么叫内臣呢 因为它是五臣落泄的影像嘛 落在心中嘛 产生一种独影镜嘛 所以它是一种内五臣 所以它必须要假借外五臣呢 才能够显现 平臣必有所 它必须要凭借外在的五臣 才能够显现 所以法臣的升级呢 它一定有它的先后次第的差别 你看我们心中的影像 有这个昨天的影像 有前天的影像 有今天的影像 这个就是有什么呀 时间上有前后的差别 既然有前后的差别呢 人所非遍色 这能言的心 去攀言所言的法臣的时候呢 就不能普遍含色了 你去想昨天的事情 你就不能同时去想前天的事 也不能同时想今天的事情 这种人所的互相的攀言呢 不能普遍的含色一切的法臣 所以呢 不适合当初心的言通本根 那么这个地方意识就是说呢 身为一个初心的言通本根 必须集中三种真实的功德 第一个言 它要普遍圆满 你看音声就很好 你看这个音声呢 它的角度是360度的 一个地方有音声 十个人同时听得到 它的角度360度 通 它不能有障碍 通达无碍 你看那个音声 不管是墙壁 什么都不能障碍它的 通达无碍 不像这个射程 它是不通达的 常 它必须要恒常存在 这一点 在六层当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经常很难存在 因为这个六层是 外在的一个沉浸 不是你决定的 所以你很难长时间修学 我这个地方倒是有一个地方注意 它是不适合长时间修学 但是从一时的感应 一时的开悟这一部分 六层有它的效果 你看那个禅宗 我们常说 德山棒灵迹赫 你问德山祖师说 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他拿棒子就打你 就追着你打 你说我们怎么样把心带回家 禅宁禅宗就喝着你 大声地喝着你 我曾经问达公长老 我们以前的老婆上 他就说禅宗 为什么禅宁宗老师打人家 老公说禅宗的道理你不懂 说你们这个教下是讲道理的 让你闻所成会 思所成会 慢慢体会 禅宗不是这个意思 禅宗是认为一个人的 攀岩性很重 讲道理没有用 那么你这个棒子打下去的时候 它那个促成是刺激性的 跟深根接触的时候 它能够截断忘流 因为你一痛的时候 妄想就突然间脱落 种多根层 那么在那个当下 那个不生命心 你容易体会得到 种多根层 宁光毒药 因为那个痛太痛了 所以你那个突然间 妄想突然间断掉 那个妄想之流 截断忘流 突然间停止了 那个时候很多人 从那个地方开悟了 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个地方就是说 当然棒荷这部分 就是说你看棒 那当然是促成 荷就是生成 但是这个地方 跟本经有什么差别 禅宗它只是 引导你一时的开悟 你也不能老是用打的方式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沿通 是长时间休学 长时间休学 那你要找一个稳定性 但是一时的起悟 那么当然这个六成 有时候有它的一定的力量 有它一定的力量 所以我们讲解悟跟正悟是不同 解悟是说你开悟了 但是开悟没多久 你又忘掉了 那是一种成就一个善根而已 但是你要让善根相续 要破旺显真 那要长休学 后面会讲到 他说前面的不是不好事 重点是 它非是长休学 你没办法一辈子去修它 没办法 因为这个六成 它不是经常有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简别出去 因为这个外在的六成 它的现前 不是操之在我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要简别 看成二的简五根 要把五根 除了耳根以外的五根 都要把它简别 先看眼根 见性虽动然 明前不明后 视为亏一半 迎合佛言通 这个见性指的是 眼根的简的功能 这个眼根的简的功能呢 它在了别眼前的境界的时候呢 虽然是可以动然明测 很清楚的 这个是佛像 这个释迦摩尼佛 这个阿弥陀佛 很清楚分明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是明前不明后 它的功能是不能够圆满 它只能够看到前面 不能看到后面 所以在四维当中呢 只看到前方的二维 不见到后方的二维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它是不圆满啊 那么身为一个不圆满的索言进呢 当然就一个初心来说呢 是不适合当言通本根的 因为它不圆满 鼻息出入通 现前无交际 支离匪射入 迎合火焰通 鼻根 那么鼻根呢 它是能够通以入息 也通以出息 你看它的我们在出息的时候 是从 入息的时候 是从鼻子到丹田 出息是从丹田到鼻子 出入息 通内通外 现前无交际 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当这个入息到尽头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息啊 会停止 乃至于出息到尽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息都会暂时的停止 你看那个入息的时候 鼻根到丹田 会稍微暂时休息一下 那丹田到鼻根 也会暂时的休息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 会有暂时的停止的情况 会有中断 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支离非舍入 这个出息跟入息呢 彼此间是知分离异的 它们不能同时存在 有入息就不能有出息 有出息就不能有入息 不能互相的 舍入 但是各自独立的 有他就没有你 有你就没有他 所以呢 这两个会有变化 对我们会产生干扰 因为你关这个出入息 一下子是出息 一下子入息啊 这所言进变来变去啊 相对来说不太稳定了 所以对初心来说 不适合当远通 蛇飞入无端 因为生结了 未亡了无有 迎合火源通 身为一个蛇根呢 它有智慧的功能 但是呢 它呢 不是入无端 也就是说 它不能够没有未尘 就能够产生 智的功能 它要有这个未尘的刺激啊 它那个智慧的功能 才能够现前 你看我们舌头 平常没有什么滋味的时候 就没什么感觉 所以因为知节了 它必须要未尘的刺激 才能够产生了之的功能 假设未亡了无有 假设未尘消失了 这个蛇根也就消失了 所以对初心来说呢 它不恒常现前 当然不适合当远通本根 身以所处同 各非言绝观 牙亮不明晦 银河和火言统 生根跟前面的处成相同 什么叫相同呢 处成前面说嘛 处以所处明 无所不明处嘛 也就是说呢 它们两个呢 各非言绝观 这个不管是 人处的生根 或者是所处的处成啊 它们都必须要互相结合 才能够产生 它的作用 如果互相的分离 那么这两个就互相消失掉了 所以它们都不是 圆满普遍的绝观啊 不是一切实的现前 好 也要一样不明晦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呢 这个人处的圣根 它是一个心法 所处的处成是一个设法 一个有知的心法 跟无知的这个设法呢 两个各有各的界限啊 不能一切实互相的气会的 所以银河或圆筒 生根 你要产生促成 你要有人去打你 去碰触你 你不能叫有人 一天到晚碰触你 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它不适合当初心的本根 知根杂乱是战了 终无见 想念不可脱 银河或圆筒 这个知根 就是指第六意识的这个根 当然这个知根指的第七意识的意根 因为这个第六意识以第七意识为根嘛 这个知根就是指的第七意识的意根 这个第七意识 它呢 跟第六意识两个是兄弟 是兄弟 有第六意识就有第七意识 有第七就第六意识 所以它呢 掺杂的第六意识的种种的杂乱的妄想 杂乱的思想 你这个第七意识的意根 你了失法成的时候啊 这个第六意识就在那边吵 掺杂第六意识的杂乱的思想 所以呢 战了终无见 这个战了极尽的心是呢 除非你成就禅定了 否则很难现前 凡夫的心怎么可能成就战了极尽的心呢 一定是被妄想一天到晚干扰嘛 所以想念不可脱 这个胡思乱想的第六意识呢 你第七意识是很难脱离他的 那么在这么多的干扰当中 对一个初心来说 面对这么掺杂的乱想 要怎么好去误入言通呢 是这个意思 干扰太多 虽然它经常存在 但是干扰太多 这个根啊 我们讲根层次 这个根刚好中间 它攀岩六成 然后创造六四出来 其实我们平心而论 在根层次当中 六根的门头是相对稳定 相对稳定 你看六成 这个你没办法做主 你不能强迫六成 一天到晚现前 这个你做不到 你在山中修行 你这个色身相会触法是不断变化的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白天有 晚上没有 但六根的话 那你可以完全超知在我 见闻秀长觉知 它相对是稳定的 所以你看有人在提倡 舍是用根 是有道理 六成是变化多端 六四是一天到晚干扰 你以六四为所严禁 那你就糟糕了 太糟动 所以六根基本上是不错的 当然这个地方在简别当中 把眼根也简别 鼻根也简别 舌根也简别 身根一根都简别 不过偶尔大师他提出一个看法说 他说没有错 末华时代的确此方真教题 清静在英文 以耳根为主 这倒是真的 我们很多上根的栽培 都透过耳根 来吸收很多很多的法语 但是他提出两个根是不能忽略的 一个眼根不能忽略 他说这个眼根可以看经典 可以看佛像 有记到末华时代 佛多法经过整理 因为正法时代没有文字 当然不需要眼根 但末华时代很多的法 都是靠文字记载 所以眼根也是一个重点 其实呢 易根 我们修子观的时候 我们都设六根 经念相聚 我们依止 第六意识 去读头意识 去攀岩心中的法意的时候 或心中佛号的时候 你还得要夹这一根 但这个一根跟眼根 是一个祝恨 味道是讲祝恨不错 那耳根是主要的耳根 那么这个地方 当然是耶者长时间的震恨来说 那么五根不是 但是我们在了解当中要知道 其实根成事 根 相对成来说 相对事来说 它的稳定性是比较高 稳定性比较高 我们看乘三的简六识 识剑砸三合 结本称飞向 字体先无地 迎合火焰洞 这个识剑呢 指的是眼识升起这个剑的了别的功能 那么身为一个识呢 它的升起呢 必须要掺杂根层式的交付作用 也就是说你眼根必须要面对射程 才能够升起这个剑的了别功能 就掺杂三合 根层式三合 所以结本称飞向 结就是追究 它的根本来源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体像 它只就是一个根 去攀岩成 产生了一种暂时阴言的假象而已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 不变的体像 所以它字体先无地 那么它本身的字体 本来就延伸延灭 本来就不决定 那么身为一个生命变化的掩饰 又怎么能够当初心的原刀本根呢 我们讲 要回家的路 一定要越稳定越好 干扰降到最低 因为末华时代 我们已经被 烦恼已经耗损太多能量了 所以剩下的三根不多了 所以又被这样的 在当这个索颜镜的时候 又是这样的变化 就不适当 看耳士 心蚊动十方 身以大阴力 初心不忍住 银河或远洞 心蚊指的是耳士的了别作用 那么虽然能够洞察十方 无有障害 你看朴贤菩萨 他用这个闻 听闻的功能 洞察十方 无有障害 但是呢 他是生一大阴力 这个朴贤菩萨的 那个听闻耳士的功能 能够洞察十方 那是朴贤菩萨 九眼节来修学 法界的 法界观 所成就的 法界观就是 一心万恨 一直一念一心 而神奇万恨 一心万恨 万能一心 这种时空无障碍的 法界观所成就的 这是这种广大 无边的因力 初心不能入 这个不是一个 初心菩萨 所能够成就的 洞察十方 那是一个佛菩萨的 一种果地妙用 所以迎合火焰通 不是一个初心 能够去尝试的 笔响本前击 指令色心 助成心所助 迎合火焰通 笔响 就是这个佛陀使令 这个孙陀罗烂陀 来观察 鼻端的白相 那么这个白相 我们鼻端哪有白相 那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我们观想鼻 鼻尖的地方有一个白相 然后鼻端白 就自己想象的 然后把心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是本前击 那是佛菩萨的一种 善巧的方便 因为这个人太散乱了 所以它的目的 指令色心住 它的佛陀的意思 其实只是要让这个 滥头尊者 这个把这个散乱的心 把它安住在鼻端之处 那么既然是安住 就有问题了 助成心所助 那么这当中 当这个初心的人 住在鼻端的白相的时候 就有能住的心 跟所住的静 那么既然有能所的对立 那正是一种生命心 真实的信心是无所住的 所以身为一个有所住 那么坚固的有所住的初心 又怎么好去误入言通呢 又怎么能够当言通本根呢 是这个意思 说法弄英文 开悟先成者 明俊非无路 银河获言通 这个地方讲 妇如那尊者 依止舌根 来演说佛法 叫说法 这个说法呢 是弄英文 它是拨弄 英生文字 那么这样的拨弄 英生文字呢 是怎么来的 是开悟先成者 那不是一个初心人 做得到的 那是傅仑纳尊者 在九元节以前啊 就早就大开元节 成就事无外的变才 他才有如此的妙用 才能够说法弄英文呢 所以呢 不是初心能够做到的 也就是说呢 明俱非无路 这个明 全自信 俱是全差别 那么说法当中 这个诠释的明俱啊 它都是一个生灭的变化之法 并不是第一异地的无路之法 所以当作一个初心的 言通本更不适合 当作一个开悟以后的 我们当作一种妙用是可以的 初心的话 回家的路是不适合的 慈患 但恕生 非生 无所述 言非 骗一切 银河 火炎通 这个地方讲到 有佛的尊者啊 受持境界 没有违犯 叫做慈患 受持境界 没有违犯 但恕生 它主要的功能 是耶稣 我们的生业 那当然也可以 耶稣口业啦 但但重点 它不能 耶稣异业 所以非生 无所述 如果不是生业的话 它就很难耶稣了 所以 它这样的一种功能 不能普遍 在一切的 身口一三业 银河 或言通 又怎么能够当 这个初心 误入言通的本根呢 因为它不普遍 看意思 神通本数 因何观法分别 恋言非离物 银河或言通 目见仁尊者呢 它依止 意识的妙用呢 而显现广大的神通 但这个神通的来源 也不是它因地的时候 修意识观而来的不是 它是久远前来 早就已经成就神通了 它今生是利用这个意识 来当作显现神通的方便 所以何观法分别 目见仁尊者 它显现神通 根本跟 无关于 它的意识 来分别法成的作用 跟这个没有关系 它不是把它当作 因地修学 它只把它当作 果地上的妙用 因为一般人是怎么样 一般人是炼言非离物 一般人意识 即攀岩法成的时候 是不能离开外在无成的 都要凭借外在无成的 那你当然会受到外在无前的干扰 所以成为一个初心来说 银河或眼痛 是不适当初心的眼痛 我们都知道 这个事 变化多端 我们常说观心无常 就这个意思 就观这个心事 不过你要看智者大师的 大圣子观 老人家对这个观心法门 这观第六意思 是很赞叹 我简单讲一下 在整个天台中的 整个体系当中 它在观甲空甲中三观的时候 它一心三观 观照现前一念心性 其功其甲其中 它这个一念心性 其实就是第六意思 就是你正念生命性 它认为这个生命性 你不断用空甲中三观去观它 这个第六意思 就转成不生命性 所以它的特点是观心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管遇到什么境界 你都不要管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观察你的心的起心动力 观察它是极空 极甲 极重 极空 就是我们常说的 来无所从 弃无所止 当处出生 随处灭 它只是一个延伸延灭的 毕竟空的体系 但是极甲这一部分 天台中的极甲 那是花灰的叮叮尽致 我们以后讲花花经的时候 这个天台的甲官 他把那个花花经那个石如是 如是向性体力做因言果报 本末究竟 他发挥得非常清楚 你看那个智德大师 九行坛庙 他解释这个经体第一个庙字 庙华 莲花经第一个庙字 我们讲了九十天 全谈那个庙 他开出众生法庙 佛法庙 最后心法庙 他认为心法是最重要的 第六一诗 他认为心是通于众生法 通于佛法 所以这一念心通死法界 所以他说你能够观这一念心信 你就可以在时间上 你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在空间上 你可以知道死法界种种的差别 他说你要知道的所有事情 你就可以从第六一诗 观出来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他这个假观 这个实如是怎么观 我一道是说 他的妙在妙在哪里 观那个如是向 他说这个实如是里面 如是向是总观 观察内心的向状 我们这一念心 心跟人是接触的时候 你要看看你起什么向状 你心中生起什么向状 这个向状呢 可以看到你的 你内心的体性 你这个人根基 是一个真上的恶心 恶心比较重 还是正上的善心 真上恶心就是 他就判作三读种性 你看有些人 你看到事情 他都往坏的地方想 他出现的像 就是邪恶的像 嫉妒 高慢像 他说这种人 你过去生啊 大部分都从上恶到来 有些人他看到事情 他起的是善良的 真上善心 慈悲心的 这种人是人天种性的 有些人生起 出离心 他看到什么事情 完全 出离 没有耗耀心 这种人是恶成种性 有些人是大悲心 那么他就说呢 你经常看你的心中的相状啊 你就知道你的体性 你的体性的种性是什么 而这个种性呢 像性体力座 有他的阴言果报 有他过去生的阴言 你过去生大概是 是怎么回事 你未来会 阴言果报 你未来会往哪里走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将往哪里 而去 你这念心的相状 都告诉你一切了 所以智德大师说 你来生要去哪里 你看你心中的相 你就清楚了 你大概经常集什么相状 你大概就是到 你来生的那种 来生的那种身心世界啊 那个图形 大概都慢慢慢慢出来了 除非你改变你的相状 所以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学过为师都知道啊 所有的五十一个心所 我们一个人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潜能 就是你的想象力 因观法界心 一切为心照 所有的生命都是你想象出来 极乐世界也是你想象出来 你看 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极乐世界 就是你不断的意念 不断的想象 慢慢慢慢慢慢 你就跟他相应了 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一个公安实际的故事 说 华国有一个百货公司的商店的店银 后来因为不景气他被裁员了 裁员以后啊 他心情很不好 他太太也离他而去啦 把他自己带走了 他又失业 又没有钱啊 心情很沮丧 就喝酒 喝完酒以后啊 想说 哎呀 这个人生没什么意思啊 赶快去自杀算 当然自杀之前啊 他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道别 说我马上要死掉了 跟你道别一下 他朋友说 你不要马上死啊 你竟然要死掉啊 我带你去啊 去找一个算命先生 给你算算命 搞不好还有希望 那他的朋友就把他带去算命了 算命的时候 那个算命先生说 哎呀 你真不得了啊 你前身啊 是拿破仑的转世啊 那么这个 哎呦 我是拿破仑转世 那我怎么能自杀呢 那他就对拿破仑就很有兴趣啦 回去以后啊 就去图书馆 把拿破仑的整个历史啊 就完全的研究 他的心态是什么 他面对事情是怎么思考的 他就把自己当作拿破仑 他不是义佛念佛 但是意念拿破仑 哎果然 他就占有拿破仑的功德啊 你看 他本来是一个很消极的 他本来思考 摩世一到四几都是消极退缩的 后来变得主动积极 因为我们这念心啊 如染相人 生有相亲 你不断的意念什么东西啊 哎你就跟他感应到交嘛 我们意念心通死法界嘛 你看他不断意念拿破仑 拿破仑 他就把自己观想成拿破仑 他的心呢 就有拿破仑那个主动积极 决不放弃的心态 后来 他又重新站起来 又重新去应征 老板看到这个人啊 年轻小伙子啊 很有干净 就把他录取了 后来慢慢慢慢 他做到化国 最有名的一个连锁店的 这个超商的最大的老板 他从一个基础员工 干到一个 所有连锁店的总裁 这是个真实故事 后来那个财富管理杂志 去问他说 哎你是真的拿破仑啊 他说我看了 我可能不是 但是我当初 把他想象自己是拿破仑 哎的确是有很大的价值力 所以你看 天台中以第六一世为所关键 他是有道理的 就是你那个第六一世 那个像 不是像 信体一作 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生出什么像 你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灵动 他对你就会产生一种希望 欲望 思想产生希望 希望产生动力 动力产生行动 最后产生结果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生命呢 最初的根源就是想象力 所有的事情 最初就是那种想象力 想象力就产生一种希望力 有希望力在产生行动力 最后结果果然出现 这个是智德大师的想法 他就从十足是里面 开展出整个关心法门的假观 那么这一部分 我讲这一部分只是简说 你看智德大师的法华弦义 他那个假观 都他讲这个道理 他讲的广一点 他讲的始法界了 我们今天只是正对人法界来说 那始法界都是你的想象力创造出来 那当然我今天的意思就是说 第六一识 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误入 不变随言随言不变 这个言通提醒的一个门 也是一个门 当然这个 我的体会是这样 智德大师天台中的人 观照力特别强 他们那些人都不得了 只观想力 想象力都非常丰富 很适合第六一识来当所观景 那么一般人如果说是 环绕很重 当然耳根 我还是强调耳根比较稳定 我们大会会说明 耳根它是很稳定的 动静恶向 了然不深 不迷不起不动 耳根这条回家的路 是非常安定的路 它有它的特色 有它的特色 但是一般修假观的人 你看参公书 假观就很强 非常强 你看他念佛堂的摆设 就特别的精妙 一般喜欢修天台中的人 他那个观心久了 假观很强 他的日常生活 各式各样都有很多章法 很多章法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你今天走出什么样的路 你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 好 我们今天先当到这个地方 上下文长 或再来回向 影片请订阅 af 春光耳ノ 不管是用的 它 virtual 不再来回事 我给予充 photography 和充 发 艘 发 艾 发 艾